這個展覽 你要看一張電影 是滑不起娛樂 可能要三十幾塊的門票啊 七十塊 兩百塊的門票 是 就會覺得說這樣的收入比例 根本就不是為了普遍大眾他所去訂定的 可是他卻仍舊能夠 就是他能夠營運下去 就是為什麼 他的收入是從哪裡來 從那些有錢人的手上來的嘛 那他們有錢人的數目也是非常的多 對 就是所謂的官員的後代啊 這個我們可以在結束之後 再討論這樣 所以我在西安的時候 真的體會到 這當地人的生活非常的溫馨 你當時是在那邊做什麼工作啊 我當時在那個西安的地方 是做那個鋁店的 Hospital的店員 嗯 對 嗯 是啊 他給我比較大的 見電話然後做 都做就是 你要打掃嗎 打掃有專人 但是我們也會維持 他給我比較大的空間 他想要知道說 因為我跟他講 我是服務業的 呃 手手 我做過很多不同的 對也是為了 為了混生活啊 五星期飯店啊 咖啡廳啊 酒吧啊 各種的吧台服務生啊 廚房啊 我都做過 他想說看看 呃 我在外國也是有做這樣的打工 所以他給我很大的權力 就是說 可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啊 調整啊 但後來我發覺呢 呃 我最後我的感情還是被欺騙了 對 最後他給我的薪水 讓我覺得我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 這樣子 對那我相信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相信那應該是大部分的 呃 就是領新階級的人的相同的行聲 對就是老闆 可能他們也被地主剝削 被政府剝削 所以他們只好去剝削下面的人 那其實跟我們的生態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們的條件是在 剛好可以讓你活得下去 但你卻又沒有辦法儲存多少的力量 像我們還可以想 欸我努力一下 我還可以出國 因為我們的護照行得通啊 但出國對他們大部分的人來講 很多的二線以下的城市 或是飛沿海地區 他們是根本沒有辦法出國的 對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很大的題目 就是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當我從澳洲那邊回來 我覺得靠台灣那什麼 我根本就不想做 因為我做得再好 好像也就只有這樣 然後 你知道也不會往上 那我到那邊才知道 什麼叫做 活不了也死不了 那種感覺 對 我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參考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 如果很多人 你也覺得好像被卡住了 你想要去增廣見聞也好 尤其你沒有很強的外語能力 中國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考慮啊 對啊 其實有人說 他們很強是什麼 但是其實我們比較有 我們比較有觀念 對 因為我們比較找 思想開放 言論自由啊 什麼的 我們接觸到很多外國的資源 所以我們可以想 而對他們來講的話 這部分可能是才剛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在精神 在軟體上很多地方 我們可以 你知道做很多的交換 我個人是非常鼓勵 年輕人可以去大陸看一下 對 我們可以反過來去影響他們 對 我本身就 我就覺得我就 煽動了很多 那個 反國異思想 給他們 請問還有我想知道的 回到台灣目前的心情如何 然後第二個就是 接下來有什麼計畫 那第三個 台灣人去西藏要不要辦入障證 這三點 謝謝 好 不客氣 那個從入障證的部分 他要透過特殊旅行證 旅行社 然後要有整個行程 然後這個可能上網去他 因為他只有四五間旅行社 是中國政府認可的 所以要透過那些旅行證 去訂訂你的旅遊計畫 這樣子 那 他也包含了入障函在裡面 就是俗稱入障值 對 或是入障證 然後接下來 當然就是想要繼續往前走啊 繼續去看更多的事情 對 對 繼續旅行 這樣一直到 你知道 走不下去為止 看看我們能夠找到什麼嗎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像我這麼幸運 可以有這麼多的自由去嘗試 但也許我一個人的經驗 可以跟別人分享 也許有一個或兩個 有一些人他可以從中間得到一些 一些什麼的話 我也覺得我就賺到了啊 對 然後現在的心情嗎 就回到家當然是很舒服啊 很有安全感啊 不用擔心什麼 不用抱著刀睡覺啊 對不對 但是這種安逸 其實我回來才三個禮拜 我已經就是覺得整個人 已經很怠惰了 因為沒有一種新鮮 沒有一種刺激 沒有一種追求 就每天就是讓我覺得 我每天都很安逸啊 都很滿足啊 就可以 你知道 所以這是一種很矛盾的心情 對 但我會不好 所以 近期 近期就是在 就休息 對不對 我打算明天去環島 真的 明天 不過是摩托車啦 因為機車 我原本想要步行環島 但是它花費的時間更長 那我有幾個特別的地方想要去拜訪 比如說在那個苗栗 呃 什麼蘭啊 卓蘭 對對 對 苗栗卓蘭有一所全人中學 我自行車環島的時候是測試整個 就是 那個裝備 的時候有 有因為吳於軒的關係 去那邊拜訪 那很讓我感動 我也許看 看今天的分享怎麼樣 說不定我也會去跟他們分享 然後還在那個西藏在 接近拉薩的一個地方叫邦達 它只是一個驛站 它那邊有一個軍用機場 但是是不對外開放 所以基本上是很荒涼 就只是因為自行車的旅程 旅程到那邊的時候幾乎都要停 因為再往下就是 那個叫做 呃 七十二拐吧 的那段路 所以一般人都會選擇在七十二拐之前停住 對 不會說冒黑衝架去這樣子 在那邊遇到了另外一位台灣人 呃 那我 我能夠進帳 我先講一點點 等一下可以再講述 我是因為我用了一張 那個當地人的身分證 等我一下 還可以傳閱一下啊 那時候我進到西藏的時候 我們先是在雲南跟那個西藏邊境 要出雲南的地方 有一個叫佛山鎮 跟廣東的佛山統治 那地方有一個觀哨 就說你如果沒有身分證 你就不能夠進去 那我台灣人當然沒有嘛 可是我那時候有四五個齊行的兄弟 我們就一起就是呼嚨那個 看哨的那個就是 啊沒關係啊 然後講到一半就把我推出那個關口 然後你去你去你去 然後他對著他 你去跟他講 我就混過了 我就覺得說 哇太好了 你知道共產主義真是好講話 然後就 想說這招可能可以一路用下去了 我就很熱觀 然後後來到 進入到藏區以後 那個已經是倉都公路管理局了 然後 他第一個證是嚴謹 就是千年嚴謹證 那邊也有一個觀哨 算是進藏之後的第一哨 那由於他的那個哨兵 只有兩位 然後他所有的大型車輛 包括客運 貨運 每一個人 像你一個遊覽車上 你所有的人都要出示身分證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人力不符 對 那我就趁趟不注意的時候 就從那個觀哨 趟趟真正的就走進去了 我就覺得很高興 對 原本還想要就是夜席啊什麼的 但是 然後一直到了那個 滇藏線 跟穿藏線 會合的地方 那裡叫做 我現在有看到 南康嗎 對 叫南康 那我才發覺我太幼稚了 我的想法真的是 他是一個 一個 因為他是一個會流的地方 他的觀哨真的比較大 那 他那個 把這條路 攔下來的那種 那個 必須要路障 必須要把他推開的 鋸馬 對 鋸馬一樣 像鐵絲網啊 然後 那時候我是沒有證件 然後那時候已經換成是 藏族的原景了 對 然後 他就是堅持說 要我出示證件 我一看就是含糊其辭 我之前掉了啊 我沒有什麼他不行 總之沒有就是不行 你必須要 然後跟你的家人 請他們把那個 戶籍很本 他們也叫戶籍很本 然後寄過來什麼的 臨時不辦一張 對 這個 等一下會講到 可以先傳閱 然後 我就是沒有嘛 但我兄弟也陪我那邊耗了四幾分鐘 我想要這樣下去不行 我就 說 把兄弟們帶到我們 我說 你們先走吧 不用管我 我會想辦法 好 了不起就是原路退回嘛 但是我們心中就是 已經 已經是分離的一個 氣氛 我想可能也許不會再見到了 結果他們就覺得 哇 台灣哥 他們都叫台灣哥 一路騎進來 我比人家做了更多的準備 但是沒有想到 我就是 出師未結身 先死 壯師二婉嘛 然後他們就 就 淚別送別他們 我真的很難過 你們先走吧 不要管我會想辦法的 祝你們順利 這樣 先走我隨後就到 對 我就送走他們之後 我就 回頭想說 我只能夠跟這個警官號 我就發現 其實他也很忙喔 我就觀察他 觀察他 他也在看 然後他也在看 我就跳上車 衝啊 然後 我就看到我的兄弟的背影 離我越來越近 我就超過他們 然後 欸 台灣哥 我說 我就一路衝進了那個 我就是 也不知道忙症 總之我就是順著路走 然後就拼命的衝啊 衝到一個 我覺得差不多是市中心的 一個廣場 拐進廣場裡 然後就躲到一個 憑自覺躲到一個 最荒涼的一個角落 我第一件事就是把車長號 然後拿上那個防水布 把它蓋著 然後把我的那個大背包拿下來 然後 一刻換外套 像那個銀行槍匪一樣 對 然後換帽子 對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裡面觀察 我想說 希望那個原警是唯一的目擊者 他除了 他可以跟人家講我的一些外裝的特徵之外 我希望可以回過 我想 我可能等天黑以後再行動這樣子 然後就喘了一口氣在裡面 亂晃亂晃 才過了第一個轉角 居然那個 唯一的目擊者 他也 他也進來找我 他可能也是憑一個感覺 他應該是憑一個警察 對小偷的感覺 就在那個轉角 就這樣 就走過來 欸你 他第一個動作就是拿出智慧型手機 不是對講機 我就把手放在他那個手機上說 哥 不要 他說 不行 他愛於直直 他說不行 他一定要這樣 我說你放過我吧 他說 前面還有二十幾關 你過不了了 我說 總之我可能過一關算一關嘛 對啊 我先往下一關走 他說你放我一馬吧 你睜一眼第一隻眼吧 他說 他搖搖頭 我說 我要跑囉 他按下那個童華鍵 我就轉頭了 我就快走 但是其實我心裡已經想說 啊 沒了沒了 已經沒了 因為我這個 自行車你不可能 你知道在這種荒野 只是 只有一條單行道 你是沒有其他路可以逃 我心裡都你知道 大死裡去了 所以我在我之上有寫 我就 一路都很省了 除了喝酒跟刺青以外 我連咖啡都捨不得喝 就走進了一個那個咖啡廳 然後點了一杯咖啡 就等那個警察來圍捕我 然後他們很快的 就在十分鐘裡面就找到我 他們先鎖住了入口 然後呼叫正員 然後先是兩個制服警員 後來來了五個便衣 然後後來又來了三個拿衝鋒槍的 哇 那個咖啡廳也真的很小 差不多這個柱子 到美齡座這邊 就這麼大 四張桌子 加上一個吧檯 就是蕙雄民這邊 然後 了不起就是 你知道然後我坐在這邊 就實際的警察 站著圍著我 然後我就 請問可不可以把咖啡喝完 這樣 他們就示意可以 但是當下就叫我 交出我的那個證件 並且說明為什麼我要闖關 我就說啊 我是台灣人啊 我不知道不可以啊 但是我已經進來了 而且我還是要往下走 他們就把我 先把我證件就是看了 然後 當時有 我都會 我想一想啊 除了正本的證件 我都會事先準備好隱憶的 呃 除了不必要的情況 除了必要的情況 我都是 主要是把隱憶的證件給別人 我正本的事物隨便拿出來 他就把我隱憶的證件收下說 你必須要跟我們回公安局 就是做紀錄怎麼樣的 然後你必須要 第一時間就要離開西藏這樣子 對 所以不可能再往拉薩前進了 那我只有兩個方向啊 我剛講他是一個三方的交會點 拉薩阿方向跟四川跟鞭藏 就是我的來時路嘛 所以我如果不想走回頭 如果只能夠往四川去 那我還是很餓玩 我就 到了他們的公安局想說 既然都被逮到了 我就說 那我不可以 住在你們這裡 可不可以跟你們吃這樣 呃 他就說 真的啊 他就都讓你逮到了 你要請我吃飯嗎 他說吃可以 要自費 這樣 他就說 然後他說 總之你現在必須要離開就對了 你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這裡啊 我說對啊 因為我已經非法闖過兩關嘛 然後 可是當時已經是下午了 而且下著雨 我身上幾乎都溼了 那那個 你知道那種 葬區高寒的地方 其實是很危險的 很容易感冒 而且沒有遮蔽啊 沒有呼吸啊 我說你好歹要我過夜吧 你現在天黑也不知道 踢進荒野 你不是要我死嗎 他們說 也對齁 不然的話 那我說 那我跟你們住吧 他說不行 你必須要去住旅館 然後 而且要自費 對 他說選了一間 要一百塊人民幣的 我說我租不起 然後他說 可是那一間是 他們就是有信用合作之類的 我說 其實我兄弟他們剛剛也進正了 然後他們就在哪一個那個 青年旅社 他說 啊他知道 我說可不可以 既然我明天都要走了 就是讓我今天晚上 可以跟他們一起 一起過的話 算是對最後一夜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一次考量了一下 結果好吧 你跟著我來 他們就開著那個 Toyota Land Cruiser 那個 號稱地球上最強的四輪驅動車 然後就跟在後面 他就揚了那個 然後我就這樣 騎在後面 騎到那個青年旅社 然後 就跟那個老闆娘說 欸這哥是偷渡進來的喔 你要不要跑 他要跑了 為你試問喔 他就走了 那個幾個月老闆娘說 千萬你別跑 他會這樣麻煩 我說你放心 我不會拖累你 結果我就去敲門 然後說欸你怎麼來了 他說對啊 我剛剛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好吧 那我們最後一餐 我們就去吃啊 後來是搶眼幻笑 第二天我就送他們上路這樣子 我就一個人在盲康市區徘徊 我想到 沒想到 我果然是不能太天真啊 有些人國有國法 加了加歸了 我那時候開始要承認了而已 結果我就回到那個旅館發現 沒有人來提領我啊 欸他們不是要把我提出去嗎 怎麼沒有警察來提領我呢 我就想了一想 可能他們根本不想管我 他們可能想要我自己 乖乖的走到邊界自己回頭去 因為我剛剛強調了兩次 我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那裡嘛 因為我已經闖了兩關嘛 我想說 可能他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案例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們可能也不想要跟上級講說 欸有一個台灣人已經闖到了這裡 對影響他們的那個績效什麼 他們就想說 當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那我 反正我往前走不了嘛 我只能退嘛 我想那我不想 我既然前進不了 我不一定要退啊 我留在原地好了 我就立刻就 就找到另外一間 也是青年旅社 然後他剛好有招募義工 我就說 欸我現在我是一個台灣人 但是我會說英語 然後我有住過很多的服務業 我會當你的義工 他就很歡迎 他說太好了歡迎你啊 我說 我就說 那我就把東西拿過來 我就當天下午就搬進了那個新的旅社 但是這樣就解決了 我暫時 我不知道在廣東平流多久 吃住的問題 嗯 然後我住進去之後 我就開始聯絡 調查 到底台灣人應該要怎麼樣 可以穿過西藏 然後我得知剛剛講的訊息 只能夠跟旅行社 而且那個費用是非常誇張的 你還要包一個導遊的吃住什麼什麼的 算下來最低的 就是進到拉薩 三天就要離卡行程 也要五千多塊人民幣 我根本花不清 那時候就遇到了 在前面的路上 是稍微延遲的一些兄弟 他們厚到了 他們看到我 欸你怎麼還在這裡 我說 對啊我就是發生這個事情 他就說 欸好可惜啊 一樣的 可是那個轉三的那個台灣人 不是過去了嗎 我說欸對啊 轉三那個台灣人怎麼過去的啊 他說欸好像是買了一張假身份證 到這個時候我突然像是被敲了 欸假身份證 欸剛剛那張 這個是我的哼人嗎 如果他不是不小心把他的身份證 吊在那個 不知道被哪個員警撿到 然後貼在那個 檢查哨的玻璃窗上 然後在我很迷茫的時候被我看到 他長得有點像我 苦悶的大小眼 那時候唯一的一張嗎 還是還有別張 有很多張 但是我就 我就選了一個 對我選了一個 然後那個倒數第二排中間的一張這樣子 我就看準他 然後我就沒事就去那個 少戰附近瞎晃 就觀察他們的作息 結果我沒有花太多時間喔 在第一個下午 我第一次去巡弱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們很混 他們就有一些女警就急著啊 啊三個女生很快樂的打開大門 那個玻璃窗 那個叫什麼落地門嘛 然後也沒關 他們就嘻哈 就過街走了 然後沒有一分鐘 就另外一位圓警 南圓警 然後就彈出頭來 左看右看 然後就過街進到了一間面店 然後進到了面店 又伸出頭來看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沒有馬上要出來 而且他也沒關門 我就 我就立刻 這就是機會 就是現在 no or never 我就立刻就 走 穿過那條馬路走進去 然後就 身體一半還留在警局外面 還有一隻腳是留在警局外面 然後就伸去抓那個 貼在玻璃窗上的那個證件 然後再把它扯下來 就還黏得很緊 一直還扯下來 緊張了一下 扯下來 先放口袋 不敢拿出來看 就希望說 不要拿錯不要拿錯 那走出門的時候 剛好另外一個五人的警察巡弱 他們是民警啦 他們不是正當警察 他們都穿著警察制服 剛好從我的背後走過 我就從他們的背後 手上 口袋裡摸的那一張身分證 千萬別摸錯了 走了好幾步才拿出來看 YES 但是身分證有了 接下來要闖關嘛 我想說 那要一個人闖關的機率有點低 很容易就是被 我想那我要找人一起闖關 那時候又有另外兩位就是 沿途可能耽擱了 比較慢來的兄弟就看到我 然後對 我就說 欸 這張身分證是湖北的 他們倆是湖南的 對 我就跟他講這個情況 他就 很有義氣 對 他說那沒問題啊 我挺你 到時候你們兩位證件交給我 我拿去應付 你就戴著面罩 戴著墨鏡 你就在那個摩托車上面等著就對了 然後就 依照這樣的計畫 我們得以 穿越了王康 真的就一踏進門 往拉薩的路 所以非常的感謝 可是前面這個原警都沒有再來找你的嗎 對啊 他們就 他們就沒有在 我就覺得他們就是 不想 不想要 當作沒有這回事啊 裝裝樣子而已 對啊 他們 因為剛剛講他們可能 從來沒有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情況 總共我覺得他們是不想管我 所以護照進入清康上或者其他的地方是沒有辦法前進的嗎 額 額 護照是沒辦法 你一定要有就是 中國本國人的身份證 他們只認這個 就你如果是中國本國人的健保卡或是駕照也是不行的 因為這張身份證它是有磁性的 它可以直接逼 然後就會存進電腦 他們每一個旅店都有跟那個國家所謂的安全機構有一個連線 每一個出宿的人他們都必須要 所以他們可以管制就是所有的不停的那個不同的人的那個流動的紀錄這樣子 那請問就西藏 那新疆要不要也要新疆證 就是說每個每個關卡每個話是不是有很多證 額 就我所知齁 其實台灣人進新疆是沒有受到限制的 對 但是只有藏區 所以這是我 額 令我有一個懷疑的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前幾年 大概在08年好像有發生比較大規模的 可能獨立或者是反對的運動 然後有一些流血有一些人失蹤 那我後來跟那個 一些藏民的朋友 大學生有聊到這方面 但總之呢 西藏人因為他有信仰 他們大部分都是藏傳佛教 是很土信的 所以他們是 先天就是反對血腥啊 暴力啊 什麼殺害啊 這種他們是 跟新疆的人比起來 他們是牧民嘛 他們都隨身帶小刀 不管是吃肉還是削水果 經常就拿刀在手上這樣玩啊 削蹄蹄子也好啊 就 可是西藏的警備 是比新疆還要嚴格很多的 對 我就覺得說 嗯 好像這個比例上是不成比例 我就覺得 西藏他應該有更大的秘密 是比起所謂的西藏獨立 讓他的國家更覺得 不要流入到國際去的一些資訊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可能是地理資訊 也許他們在裡面 你知道 蓋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在做什麼 這我不得而知 但他的 有可能 或者是什麼 各種你可以想像的到 但是他的那個警備的程度 是比新疆還要高的 對 那真正的危險的是 就以新疆來說啊 也是疆獨 就是新疆獨立運動 他還是以南疆為 為比較嚴重的部分 特別是靠近邊界線啊 還有到這些區域 沙漠這邊 比較窮的地方 那在北疆的話 也是有很多的警察 全副武裝的配掃啊 他們叫汽車站 跟一些就是 比較大的路口都有射掃這樣子 你可以感覺到氣氛可能比較緊張 比如說 如果一個維吾爾族跟我 不小心撞了 我們可能會看對方一眼 然後退一步 但是不會有什麼真的爭執出來 對 那靜新疆是不需要那個 特殊證件的 有沒有人想要知道什麼 那我們就從嚴謹開始放那個相片 然後我們隨時可以停好不好 好 對 那個有朋友建議我把那個相片日期關掉 但是他說這樣會妨礙相片的美感 對我來說他同時是一個紀錄 對 他是形象紀錄的方向 好 這是那個一個天主教堂 那 然後這邊看到的已經是那個岩井 他是在一個 你看落差很大的一個山谷 然後 他那邊有分南北岩井 我們看到的對面 他是還要走可能小路到過去 那我們一直都是在那個雅魯湘互相的這一端 好這就是幾位 他們剛好都是雲南的人 當然有幾位是一路上在湊起來的 左邊這個人 他很可憐 他所有的相片到了拉薩之後 他因為把他拿出來做明信片 結果再放回相機的時候 所有的資訊已經破損了 他非常的難過 好這是沿途看到的那個藏族的畫家 他們就是先天就有很強的那個藝術細胞 不然在歌唱啊還是繪畫啊 其實藏族的文化是非常獨特 但是 中國政府就是實行這種童話的政策嘛 當然是強迫他們一定要說普通話 然後你才有可能可以考到比較好的學校 你可以當公務員 或者是去做什麼工作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待遇 他們把這個藏語就是列為second subject 所以他們就說有很多人已經開始不注重 不那麼注重甚至不一定學習藏語了 那我個人的看法 當五十年一百年一百五十年過去 這些藏族的孩子們 還會記得他們的祖先 是怎麼樣說話是怎麼樣生活的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擁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優勢 就是他的地廣 然後他的物資很豐富 所以他可以跟你打十九戰 譬如說我們今天什麼東西開放好了 沒關係短期讓你有一些利益 我不用在十五年以內對你做出什麼事情 但當五十年過去以後 當我們這個依賴已經成形了 你知道我們就再也分不開了 這是我的看法 那這是那個道路養工隊 就俗稱道班 沿途有非常多的泉水 所以不必擔心水源的問題 那真的缺水是到了新疆跟整個甘肅地區 因為它主要是戈壁跟沙漠 那時候最多是攜帶了八公升的水吧 差不多可以應付三天 比較奢侈的用水可以應付三天 這是在沿途的一個也是 藏民已經移開了廢墟 我們在那邊修車吃飯 藍蒼江 一個野牦牛 那有的牦牛他的那個脖子上會掛上紅色的 還是一些哈達啊 掛一些鈴鐺 那是被放生的聖牛 就當地的習俗是 你不可以有任何人去動他們的 他們已經獲得了一個 新生跟自由的權利 不可以再有人去傷害他們 這是用牦牛毛去編成的線 那那個線非常的堅韌 像是那種大型的帆布 他們在搭的那種帳篷 也都是用牦牛毛的線去啦 所以他們其實不會主動去殺牦牛 因為他們是跟牦牛共生的一種方式在生活的 那當天晚上因為 他們都沒有帶露營的東西 就是為了要撿進裝備 可是他們因為就是我們當天因為氣候的關係 他們錯過了最後的數點 然後他又不願意回頭 可是我們就我想說 因為我是所有都有的 我就想說這樣不行他們一定會冷死 那我們就找到了一個荒廢的小木屋 然後我們就去收集木材 因為他們三個都沒有錄影裝備嘛 我們只好生整夜的火 對 然後到半夜他們還是冷到睡不著 就是放在火邊然後熬了一夜這樣子 他說沒有想到會那麼冷 他說幸虧我們有做這樣的措施這樣 然後到了隔天你看全部都是大雪 對啊 那個山上的氣候變化真的很快 我們在工一個叫508公尺的東達山的時候 我們隔天早上就發現 欸是個大晴天 我們就很開心嘛很樂觀 老闆就說不行 你們一定要 對這是野兔 就是你一定要在中午一點 一點半以前要過這個山頭 他說東達山的氣候變化太快太大了 欸請說 那個你進入這個地區的時候 那個你的心臟或是你的呼吸 有沒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齁 就是我們人就是有一個所謂的氧氣存量 當我們在做比較激烈運動的時候 氧氣存量會比我們補充的速度要來得快 所以當他如果消耗到底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停止運動 就算我不是那麼喘 我要停下來 讓我的氧氣存量重新儲備夠 我再繼續往前走一段 我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工山頭的 對那沿途也有聽說 有其他的人是因為高山反應 所以他就不得已就 終止了他的旅程這樣 可是一般來說 自行車的發生的這個情況 是比汽車跟火車甚至是飛機都要來到低的 因為他的那個海拔變化是比較緩慢的 而且你是有在就是用力呼吸的狀態 你有組這些藥餅嗎 有啊 但是我都沒有什麼吃到欸 對啊 一直到後來 住到那個 已經到拉薩了 在後來繼續往那個清派走的時候 他們有 因為那段清藏公路 他的整個警官